有人說安安 朱大 郭大堂 我又來投錢問問了 經濟學之前對FED 連準會升息兩碼 寫了一篇文章 大概提到小國家或者其他國家 都無法適應 無法便宜借錢的問題 想要在這問問 之前投錢沒問到的問題 美股會從2008年的牛市消退嗎 2023以後變無法便宜借錢 會怎麼影響 這很多人很擔心 我跟你講現在有兩個爭端 一個是3月要不要一口氣刪兩碼 兩碼是0.5耶 很高耶 他媽30兆美元 一年0.5就1500億美元 光是利息啊 那另外一個是他會不會 覺得錢真的太多了 覺得光是升息不夠還要縮表 縮表就是要把市場上的錢抽回來 你知道嗎 吸回去啦 那我跟你講他只要真的 決意要縮表 我認為美股至少跌20% 幹你跌20%喔 因為華爾街 那個大概有十隻腳 他已經漲了12年了 所以他這14年 一閃就是 你去看一個例子就好嘛 比如說Netflix對不對 Netflix因為在疫情期間嘛 那都超級有 我現在都不敢看美股耶 因為之前我有買Netflix 是吧 那Netflix在 才傳來說 這個1月的定戶不如預期 可是也才不如預期一樣 一下跌20%幹 對啊 跌21% 是 然後還有元宇宙 Meta 就是那個臉書嘛 對 臉書才一下給你跌26% 而且是史上最好 因為他是沒有上升下跌限制的 所以 我跟你講縮表這個東西衝擊太大了 就是他決定要把這個一缸子的錢 開始放水了 你知道我意思 要把那個水放掉 要拿走 所以目前聽起來都是升息 也是升息的速度 到底怎麼樣不知道 就有人說搞不好 今天年準會只要一開會通通都要升息 每次開會都要升息 那有人會估計說可能會升7次 那有人認為要升10次 嚇死了 就是這樣 那你去想嘛 一次如果最少是0.25 那10次就是2.5 那2.5你去想 美國 30兆美元的國債 國安2.5發是7500億 那請問他怎麼編預算 沒有辦法編 是啊 那難道你要扣社會福利嗎 你要扣國防預算嗎 那不然怎麼辦 沒辦法 那投資建設根本就不可能了 不是嗎 所以 就是 就變成這個 即使只升7次 我剛剛也算給各位聽了 1.75 1.75 他一年編這個 國債的利息 就是5千多億 所以為什麼他一直在想外部化的絕招嘛 就是這樣 然後一直要逼中國說 哎 他把你 第一階段的貿易採購協議 只給我履行了57% 你剛剛趕快給我補嘛 對啊 就沒有達成原先的目的嘛 不然貿易戰打不完啊 我是嘛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 他現在才發現 我說實在話 這個歐巴馬 川普 拜登都要負責任 對 因為歐巴馬第二任就開始亂發 亂印鈔票嘛 因為他撐不住啦 他金融 金融危機之後嗎 美國一直沒恢復啊 再我跟你講 那事實上你如果從更深的更遠的歷史來看 應該是美國現在要發動戰爭越來越困難 因為沒有錢啦 沒那麼多錢 不是沒有錢 是沒有一個地方他可以隨便打 找不到理由了是不是 就你的正當性越來越低嘛 然後或者是你發現你打不贏嘛 不能迅速結束嘛 然後人民會反嘛 就這樣嘛 比如說阿富汗你搞成什麼樣子 沒有尤其是撤退才會很難看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就是寄望於就是說 最好是別的地方自己打起來嘛 比如說俄羅斯跟烏克蘭 然後我去救援 你們自己打啊 你們自己打 我救援就是賣武器啊不是嗎 那現在他另外一個就希望台灣跟大陸打起來嘛 然後他躲在後面嘛 然後賣武器啊 那現在又希望日本跟大陸打起來嘛對不對 日本跟中國打起來 越南跟中國打起來 他就是 他現在就越來越發現他直接出兵介入的 滑不來滑不來 哦滑不來啦 絕對滑不來 因為伊拉克 後來也是搞的亂七八糟 阿富汗也搞的亂七八糟對不對 更不要長早期的越南嘛對不對 對就是美國現在新的流量密碼是坐山觀虎鬥 就是打代理人戰爭 你們這些代理人給我打死去活來 反正我在後面賣軍火 這個剛剛有個朋友說印度啦 沒有錯啦 美國也希望印度跟中國打起來 什麼都希望 就自己不希望打 都希望別人打起來然後他賣武器 Mont Golden說啊 寫一個劇本 兩岸戰爭台灣解放 美國凍結台灣在美 純體並通過超